接下來方總老師要介紹的是許捨原理 那又稱為排榮原理 就是這個容積或者體積或者面積 它一塊另外一塊上去的時候會把它擠掉 這個意思 好那比如說 我們現在如果要求的是A或B 這一塊的面積好了 這樣子這一塊面積 那這塊面積如果你先算A 再加B的時候 你會發現中間這一塊你是重複多算了一次 所以你就把它減掉就好 所以就扣掉A跟B的交集的部分 那就可以了 所以這個很簡單 那當你三個集合的時候 三個集合的時候有三個 那我要求的是A或B或C 就是這些外面 這樣整個裡面的總面積的時候怎麼算呢 怎麼算呢 必須要這三個 也是一樣先把三個加起來 然後你把A加B加C 加起來以後你會發現A跟B會有這一塊重複 所以把它扣掉 扣掉A寫B B跟C會有這一塊重複 好也把它扣掉 那A跟C也有這一塊重複 好也把它扣掉 那有一個問題就是說 那中間這個部分 應該我應該要算一次嘛 我算這全部的面積 中間這一塊我要算一次 算一次的面積 但是到底有沒有剛好是一次 我這樣加加加 好A的時候這一塊加了一次 B的時候又加一次 C的時候又加一次 是不是加了三次 我應該留一次就好 現在加了三次 那我扣A寫B的時候 是不是扣掉一次 再扣B寫C的時候 又扣掉一次 扣A寫C的時候又扣掉A 本來有三次 現在扣了三次 全部變沒有了 變沒有 可是我應該要算一次嘛 所以我要加一次回來 我要加一次回來 所以你這個 如果三個的時候 它的求法就是 A加B加C再扣掉 A寫B的 B寫C的 C寫A的 再加回來 A寫B寫C的 這樣有沒有問題